这日子混得也够惨的了 俄罗斯不会投降 原先说的是两天就把人占了 有说12个小时就把人占领了 现在说法是我们不投降 什么玩意 这是参考消息报道的 俄驻美大使说莫斯科不会再乌克兰投降 应该这个准确的翻译是不会像乌克兰 什么叫不会再乌克兰投降 是啥话 据塔斯社莫斯科14日报道 说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 当天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 俄方明确告知美方莫斯科不会再乌克兰投降 他说我们坚定而明确的说 并且毫不含糊的肯定这一点 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投降 我们坚信最高统帅为我军制定的所有任务都彻底完成 报道称安东诺夫指出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任务已明确的宣布 他说我们想要的只是乌克兰领土上不存在对俄罗斯任何的威胁 这位大使补充 美国在敦促俄罗斯进行谈判 但是条件要求停止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安东诺夫说 美国人基本上是从各个方面敦促我们展开谈判 但有若干前提条件 我会列举三个这样的条件 第一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停火 第二将我们的部队撤回今年2月24日之前的界限之内 第三就是要求俄罗斯为所作所为忏悔 报道称安东诺夫指出 美国正越来越深的陷入这场冲突 后果无法预测 他补充说今天的局势极其危险 美国正越来越深的卷入冲突 这讲对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 特别要说明一下叫核大国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欲有所指 评论 投降巨大的问号 怎么改投降了 我觉得这个新闻报道有点意思 有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这个 这个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谢谢大家 对 对 是